116 中國證券報 大盤重心將穩步上移 2015年7月18日 券商論道 Z03 樓景德信達證券樓景德下周趨勢 汗多中線趨勢汗多下周區間3800至4300點下周易點券商股 軟件股下周焦點券商股能否重拾聲勢信達證券樓景德 7月14日 15日股指連續下跌 出現千股跌停的局面 7月16日大盤子跌回升 7月17日股指大漲 大盤走勢趨於穩定 不再出現千股漲停的局面 從目前盤面觀察 主要有以下特徵 一時一系列維護股市穩定的利好政策正在逐步落實 效果逐步開始顯然 股市總體趨於穩定 市場信心開始恢復 二時更一熱點逐步活躍 軍工 航空 物流 通訊 軟件 電腦等主流熱點輪番表現 三時復排的股票多數連續上漲或漲停 只有少數停牌較早的股票出現保跌 但是對股市影響不大 四時更一成交量總體情萎縮狀態 主要是許多股票沒有復排 另外多股雙方都比較謹慎 再連續上漲之後 大盤短線難免反復震盪 但是大盤重心有望逐步上移 上證指數短線有望突破4000點整數關口 中小板子和創業板子也會繼續向上拓展空間 理由如下 第一 目前國家維持股市穩定的決心和信心已經有目共到 我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近日空方力量明顯減弱 投資者信心逐步增強 第二 七月十七日勸商股全先上漲 這對恢復市場人氣十分重要 大盤藍籌股一旦逐步活躍 大盤有望穩步上漲 第三 目前資金面比較充裕 雖然場外配資和融資規模有所下降 但是只要股市穩步上漲 場外資金將回流股市 近日投資者可關注上半年業績預增的股票和高送轉的股票 注意控制倉位 低及高拋 波段操作